大家好我是薛宜 今天欢迎大家来听我的留学经验 AI友邦人社陈家虎总经理曾经说过一句话 年轻是一种心境而不是实际的年龄 当你失去探索竹梦的热忱时 你就失去了成为年轻人的本钱 这是我这次留学经验大大至上的大纲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是薛宜 我来自于马来西亚 我曾经有遇过很多挫折 也曾经有修学在复学等等的东西 在来台湾之前 我认为我自己的人生并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来了台湾之后我觉得失败其实就是人生的养分 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失败 这是我的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我的绰号叫做Soton Soton大家都知道是傻傻呆呆啊 健忘的人 因为我常常会跌倒 跌倒所以我的朋友就叫我Soton Soton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常见的食物 海鲜 可是在台湾到底要叫什么 小卷花枝章鱼透抽还是鱿鱼 就是台湾朋友常常问我 这代表是什么意思 呃其实他算是一个透抽 可是我觉得名字没有那么好听 我就说是小卷 可是大家来了台湾之后就知道 到底是代表是什么意思 我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来自于荣佛古来 是个很小的镇 但是 我是古来人 但不代表我是宽中学生 我爸妈呢 一个是潮州人一个是广西人 虽然起来我应该是汇血儿 但是我这两个话我都不会说 我不会潮州话也不会广西话 因为我爸妈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只会广东话还有一点点客家话 我是一个国中生 我的学校是 这个SSI并不是星山那一间 这是古来的那一间 他虽然没那么出名 可是他的品质还是蛮好的 我们的学校是从英文学校 改制成一个我马来国中 我在2007年时候考过SPM 2019年时候考的是STPM 在2017年SPM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是 理科班 就是SizeStream的学生 然后我们那时候 一个星期大概只上 两 两堂的 两堂到四堂的中文课 所以 我还没来台湾之前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想象过台湾是什么 我也没有想象过我中文 可以在这里有任何立足之地 在2009年STPM的时候 我曾经有休学过在复学 最后我就考了STPM的考试 这是我中学时的 照片 我这边有 5个好朋友 这5个好朋友呢 他们最后不是去英国啊 澳洲啊 或新加坡留学 都几乎没有去过台湾 留学过 所以我身边完全没有这些资源 这我 我的兴趣其实就是吃 每个女生都喜欢吃吧 但是我其实就是不希望肥 来台湾之后确实有胖了一点 然后我喜欢 一切有故事的东西 特别是玄幻啊 武侠小说 我曾经会想象我是一个侠女 这个其中一个 玄幻小说 我认为 就很像玄幻小说 一样 武侠小说一样 每一个 高手都会有个武林秘籍嘛 你看了我的影片 你会觉得 武林秘籍啊 等等的这个东西之类的 呃 就是给你一本书 你自己领悟了 然后你就看 你可以不会成为高手 你看了我影片 你看 你可以得到多少 看你会不会对这个台湾不再恐惧 好 其实就像刚刚所说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来台湾 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源 我身边也没有那个东西 我也认为台湾很贵 有一天我就去 记那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申请表格的时候 我就 遇到一个邮居姐姐 所以我才说邮居姐姐很重要 他就跟我说 啊你去 你现在是记那个 呃 UPU的那个申请吗 我说是啊 他说台湾很便宜 你去申请好不好 因为他的 呃 的儿子啊 他的子 他们全部都在台湾念书 他觉得说 呃我应该要去台湾念一念会比较好 我心里想一想 也许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也无法中 我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届马来西亚大学 那么 我去试试看也不错 其实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 我就去买了一个 买了什么 买了 买了刷码 买了我的刷码 去印那些 资料 就申请了节值日期 如果我隔天没有申请的话 我就必须要等到下一年 那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没有那个热忱 我申请了之后就马上把资料寄去那个 拿去那个星山 榴台那边去认证啊等等 把资料上传上去 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象过 我会进任何一间大学 所以我也没有跟我父母说过这件事情 当我有一天得到那个消息说 我进了国立济南国际大学 国际文教育比较教育学习的时候 我整个也是傻眼 那个名字也很长 可是我就记得说 我进了台湾大学 我要不要试试看来念念看 可是我之后也得到了 马来西亚的沙巴大学的offer 当时我就在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抉择 那时候我很兴奋 最后决定来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新的国度啊 我想像说台湾就很像综艺节目里面 那么多好玩那么多好吃的 然后 而且在之前工作的时候 都是老男的 所以没有什么艳遇 所以我认为大学生活可能比较容易 遇到同年龄的也比较有艳遇 再加上台湾都是华人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就来台湾好不好 可是有很大的恐惧 为什么我会有恐惧 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有朋友完全没有朋友 我家人也不在这里 朋友也不在这里 我其实很害怕 我不懂要怎么办好 所以想说当然 我是家里中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第一位出国留学不简单哦 因为你要怎么睡不家中的人 真的很难 所以我父母其实真的 全部都是反对的情况 这是我爸我妈 对啊对我而言 他们两个就好像老虎一样 可是 他们其实也是爱子心切吧 对我很大的期望 我也曾经让他们很不放心过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不适合一个人到国外生活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最后是怎么劝服我父母的 就是找家里最有出息的人说话 就是我哥 最有出息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曾经念过大学 或者是他的表现啊 成就啊比较好 找那个人说话 你得到他的允许 或者得到他的认同的时候 你出国就非常的简单 我哥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 如果是他 无论飞哪里都好 就是沙巴或者是台湾 都是要坐飞机 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 所以他就觉得说 如果是他会选择台湾 后来他就跟我说 必须要写一个读书计划 什么叫读书计划 就是把你这四年会花多少钱啊 要做什么啊 最后会得到什么写出来 这样才可以让我爸妈相信我 我已经ready hard for 去留学这个事情 但是我确实有做 我有给我爸妈看 可是最后有没有来到台湾之后 有没有根据那个东西跑 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一定出路很大了 ok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关于说 讲说的主旨其实就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索世界 这张照片其实是 我在我的学校的图书馆 外面的一个slogan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 看到一个未知的台湾 可以了解到台湾真的是长什么样 我的学校是国立济南国际大学 他在南投埔里 南投埔里并不是说在南部 而是在中部 就是台中的隔壁 或者是说他去逢甲大概一小时 坐公车大概一小时多左右 好 我们进来这间学校之前的时候 我学长来机场接我 学长来接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这个学校当时他来的时候 他每过一个隧道 他就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因为来学校的时候 总共他过六个turner 六个隧道 那是走以前的路 然后现在比较高速公路 大概是走三个 所以我那时候想像说 这个是一个深山的大学 我可能要当个山顶东人 可是其实学校超漂亮的 他是一个世外桃源 留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山中学校 非常漂亮 他地很大 可是院很少 就是科系非常之少 学校里面有什么 这个图书馆是我超爱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中文书籍 这是在台湾 台马来西亚想象不到的 然后几乎每样 他除了中文书籍 还有英文啊 还有其他国家语言的 又很大 大概五成楼左右 又可以在里面看电影之类 所以图书馆那时候 算是我在大学时期最常 最常待的地方 然后这是学校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旁边看到人文学院 那人文学院就是我系上在的地方 我的系所在的地方 然后这是校园导览 这个是整个我们山上的情况 如果真的要去买东西什么 我们会下山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3号 3号就是宿舍的地方 我们通常都是大一的时候 都会住在学校宿舍 所以宿舍的话 从宿舍走去上课的地方 大概10分钟左右 我们很多老师都说 这是一个退休的好地方 可以修身养性 为什么我说修身养性 我们有很大很漂亮的大草原 里面常常你会看到很多人 在那里放风筝啊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 遛狗啊野餐啊 或看星星 我大学大一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等我朋友 他们就躺在那个大草原上 或者是躺在任何地方 就看着星星 其实很美 满天星空真的太漂亮了 然后还有健身房 我们学校体育设施非常之好 你可以去那个健身房 你有什么SPA和Jaguchi 还有那个 sauna 就是蒸汽房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 就很悠闲的感觉 对了 然后我们学校一年四季都如春 所以都 应该是说一年四季都有花吧 都很漂亮 像冬天手有荫花啊 现在是夏天吧 夏天有油桐花啊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漂亮很漂亮的景色 其实济南大学 它是一个非常照顾乔生的一个大学 呃 它是中国济南大学的副校 以前的济南的意思就是说 照顾那种华侨海外华人的意思 所以哈萨哈的副校 所以它的宗旨呢 它半校的宗旨 其实有包括专门是有讲到乔教这个东西 就是海外华人学生的东西 所以想而当然 这间学校当然是非常对乔生非常之好 所以很多福利都对乔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说住宿宝藏 这不是每一间台湾大学都会有的 住宿宝藏就是我们四年在台湾住 住在宿舍呢 住在靠近在学校里面那个宿舍呢 四年不用跟台湾人一起竞争 然后我们就一定会有住宿 但是如果你想要搬去其他地方住也是OK 但是在这四年住宿保障呢 其实有发生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要来的话 你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四年住宿保障不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也并不是一个别人必须要给你的东西 你必须要去珍惜这个机会 而且你的一举一动 你必须要知道你会影响以后乔生 会不会有住宿保障这回事 所以不可以单单就想说 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学校一定会买单 你这样会影响到台湾生对乔生的观感 也会影响到乔生以后的福利 很爱运动的大学 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 而且我们毕业门槛必须要学会两种运动 这四年内必须要学会两种运动 比如说有传艇啊 有国标 有防身术 有高尔夫球 有网球 有游泳 还有马术 马术这个比较 比较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没有了 可是我跟你说 学校曾经有 因为后来马场关了之后 学校就没有马术了 这四年我学的是 国标 传艇 还有防身术 这三 这几个呢 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是你在其他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国际文教育比较教育学 是一个创造无限可能性的科系 这是我 我离开了台 就是离开了学校一段时间之后 才发现到 其实我很怀念我当时的科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里造就了我现在的性格 好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你适不适合这个国比系 你喜不喜欢新鲜的事物呢 你想不想有一个舞台可以让你自由的发言 你会不会讨厌那些太多理论课程 比如说死死板板的呆呆 在课堂上听课啊等等啊之类的 你会不会喜欢出国啊 体验下生活 比如说旅游啊 交换学生 你有没有喜欢上那种办活动的感觉 就是办营队啊 当总招啊 当副招 如果你都喜欢 那你很适合我们的科系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科系 我的科系呢 就是文化和教育文教代表就是文化和教育 我们比较的话就是把这些国家 各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做个比较 比如说纽西兰 荷兰 瑞士 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等等等等 各个国家来做个比较 每个国家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地方 然后 我有时候会从这些国家里面去探 去思考说 对马来西亚来说到底哪种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们毕业学分大概是一百三十四学分 一百三十四学分包括 恐包设例的 就是那些必修课 选修课 还有些学校必须要修的课 然后毕业门槛呢 有英文门槛 英文门槛就是类似说 你必须要考一些考试 比如说 IELTS 雅思 多亿 多亿 还有那个全民英俭 你要达到一定的分数 你才可以毕业 然后我们系上的分数 跟那个学校的呢 我们比起学校的会高一点 所以你要去查清楚 我建议任何一个乔生来的时候 第一年就去考会比较好 因为这四年下来你可能 会忘记一些英文 你会比较少接触英文 就会忘记一点 然后六场通试讲座 就是每一学期都会办 学校会办很多讲座 speech 之类的 然后你必须要参加六场 至少六场 这六场你要写心得 心得要通过了 你才可以算成是六场 那还有两个特色运动 我刚刚也说了 好这是课程的 课程地图 首先你会看到说 我们蓝色那部分呢 就是要全校需要上的课 所以最基本就是 你要上国文课和英文课 国文课就是他们的中文课 中文课我们有分 就是乔生 属于乔生的国文课 还有属于台湾学生的国文课 你来台湾的时候呢 你会先去做一个考试 考试了之后就会分 你到底是要上乔生的国文课 还是上台湾生国文课 然后上台湾生国文课 会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乔生国文课 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台湾生国文课 比较偏向文学 好接下来就是通事课目 通事课目就是全校一起上课的 然后红色部分的话就是 接下来红色部分就是 关于那些选修课和必修课 教育研究法 其实就是你要知道说 以后你做研究 你做research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做研究 比如说你可以用访谈方式 像我现在跟你们说话 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写下每个人的共同点 那个就是要做止性研究 或者是说你点来填问卷 question a那种 那种就是叫做量化 跑数据 你就把数据说多少个人觉得这样 多少个人觉得那样 然后跑数据 那个叫量化 这个在于说你以后做research的时候 非常之重要 好这些都是大致上的课程 还有教育统计 教育统计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那学期上的时候是用中文 后来有一些老师用英文 所以呢 对国中生来讲 我当时是蛮辛苦的 但是要好好上课 因为老师一般上还不会荡人 不会让你不pass 只要你愿意努力 就行了 好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 会修到的课 这基本上就是类似每个国家 你需要去研究什么啊等等的之类 这个就是比较 你大一的时候上的是比较基础的课 然后大二的时候你是比较专精 在哪一个国家 或者是哪一个主题上面做一些研究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学分制度的网站 这个是我们学校学分制度网站 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你就会知道说大概他大致上是说的是什么 好我们系上也曾经被人认为 他是一个外文外文系 为什么叫外文系 为外语 在台湾其实呢 你看到外文系 你选天外文系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他是比如说西班牙文啊 德文什么之类的都不是 他其实是英文科 而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科系呢 虽然没有标注这些 可是我们是确确实实的是学外语 我们必须毕业之前呢 修四个学期的外语课 这四个学期外语课是什么 就是要学两年 有五种语言 你只要筛选一种来修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 他会挡修 挡修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你学西班牙文一的时候 你学的不太好 所以你不能修西班牙二 知道吗 你所以就不能你要再重修西班牙一的时候 要等到下一年才能修西班牙一 所以你在学外语课 你要非常的用心去学 不然很容易挡修 好我们有什么西班牙文 日文 法文 德文 越南文 现在这五种语言 越南文是最晚的 因为我们就是最近台湾走向东南亚 这个方向 所以学校就开始放越南文 你的这个课程 其他刚刚说的那些欧入语系呢 是比较早期 而且诗字也非常丰富 然后我们当初选外文课的时候 是怎么选的 我们要排自愿的顺序 刚开学的时候 那个助理姐姐他就会给你一张纸 叫你说你想要 你排一二三四 你要排你想要学哪一个 然后每一个老师呢 他其实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然后比如说小平老师啊 他是从西班牙回来的 或者我们有完完全全是国外的老师 所以他们每个的发音啊 还有等等东西经验呢 都对你以后想要出国 他是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上课的方式是 一个老师负责语法阅读 一个老师是负责听力和口说 通常负责听力和口说的老师呢 通常都会是国外的老师 而台湾老师都是负责语法和阅读 然后我们会是一个小班制的情况 跟学校全校的外语课是不同的 我们学校其实是有那种额外的什么西班牙文课啊等等 但是大概是50个人一班 我们小班制大概是10到12个人左右 所以你在这个班上的时候你可以自由发言 你也可以学的比较深入 也比较学的比较快一点 因为每个人进度都差不多 一个星期会有两堂课 然后一个星期两堂课你不要以为非常之轻松 只有两堂课你就拍拍屁股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还要参加读书会 读书会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就是同一堂课的朋友呢 就聚在一起来讨论说这个语法要怎么读 然后这个文章要怎么解读 然后大家一起念口说念听力 通常是TA TA就代表意思是说老师的助理 老师助理通常是学长姐来的 然后他就带领我们说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修这些外语课呢都会参加一些检订 一些检订看可以自己水准可以到哪里 好我先分享一下关于每个语言 语言组每个语言组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对我来讲有一些他可能是比较 之前会很困难之后会比较简单 有些是前面很简单后面很辛苦 因为有时候要看老师 有些老师他可能一开始就给你说 你要学很多很多东西 可是到后面参加检订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这么辛苦 有些老师可能会给你比较轻松的学习 让你爱上学习了之后 后面你就慢慢的辛苦的去考检订 比如说先苦后甜对我而言 西班牙文日文和德文 然后先甜后苦是法文越南文和德语 为什么我说德语在两个都有 因为有不同的老师在教德语 所以每个老师的教法有点不同 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比较轻松的方式去上课 有些老师会比较严格的方式去上课 所以你们这个可以拿来用来参考一下 良心的建议的话 对我而言 我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欧洲语系呢 就比如说西班牙文啊法文啊德文啊 他们很重视重音这个东西 马来西亚我记得学英文的时候 没有学过音节哪一个要发的比较重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那个 Advance 我们Advance 他们是Advance 他们那个要念出来 所以这个重音这方面的话 所以这个你们必须要去想清楚 你可以不会学得到 就因为是这样我不会分重音 我不知道重音是什么 所以我最后我就放弃了我的西班牙文 然后越南文还算是一个baby时期吧 就老师师姿还有那些教材呢 其实还没有非常之健全 所以学起来会比较稍微要辛苦一点 然后日文 这个东西呢大家其实在亚洲呢 是比较常会用到日文 你一定要很勤劳很勤劳很勤劳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呢 他们很多小时候就学过日文 还是怎么样之类 所以他们的底子呢 他们基础一定比你好 所以你要非常的勤劳 你才可以赶得上人家的进度 最后我可以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你选任何的语文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说你喜欢看哪一国电影 或你喜欢听哪一国的音乐 你就选哪个 因为如果没有兴趣去选哪个的话 你最后一定不会不会学得很成功 好 然后我们就因为选很多外语人嘛 然后我们系上也在长达着出国 他的出国机会真的是多到吓死 怎么样说吓死人呢 就算你不想出国 切换都会求你出国 也不算求 他就是会跟你说你要不要出国啊 试试看啊 老师也会一直鼓励说你要不要出去看看啊 这世界有很多不同 其实我们出国的时候会很担心说 那个花费开销要怎么办 但是台湾有很多的计划 所以他至少会局部补助你 比如说机票费或当地的生活费等等 所以你其实出国的时候 你不用想太多 重点是你要考好你的检订 出国有分三大三大三大项目 第一个是国际志工 国际志工是每一年的时候 暑假都会举行的 可是地点都不一定 然后你必须要修一门课 这门课了之后呢 你才能才能去呃去选当国际志工 在这门课的时候 老师会教你讲写教案 会教你国际志工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呢出国会面到什么问题等等 然后老师要看你的特质才会觉得说 你应该比较适合去哪个地方做国际志工 我们国际志工现在有三大国家 第一个是印尼 印尼的话就是我们会比较偏 就曾经有去过亚加达和那个 那个什么地方去了 亚加达对 亚加达 然后呢我们还有去到印度 印度的话当时我也是很想去 可是因为我爸妈会比较担心那个自然问题 所以就不让我去 然后还有越南 越南的话 越南是比较早期我们国际志工会去的地方 所以越南的话就 嗯 老师那时候是去教中文吧 我记得 然后我们还有交换学生 交换学生你可以选择半年或一年 为什么呢就看你的经济能力啊 还有你想要去多久 当通常当交换学生很可能会严毙 因为你可能你学分不够啊 还是等等之类 可是你交换学生里面 所上课的那个学分呢 其实可以抵我们系上的一些学分 好 可是当交换学生之前 你必须要通过各个语文族的门槛 为什么说语文族门槛 每个语文族有不同的门槛 比如说西班牙文你必须要去到第三等 等级 德文需要去到多少等级 为什么需要这个门槛 是因为在国外我们去这些地方交换 英文虽然是通的 你会英文是很好 但是他们国家的很多人 并不一定他们很喜欢说英文 所以你必须要有当地的一些语文的基础 你才听着懂他们在上课在说什么 日常生活应该怎样 所以你才不会觉得孤单寂寞 我们有去拿他们地方 比如说西班牙 日本 法国 德国 这四个地方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我们系上都会比较 有跟他们各个学校签了一些合约 所以你可能在其他学校 其他其他其他系上找不到这些机会 出了我们的系上 然后国际实习 国际实习 国际实习 西上会比较prefer大三以上 或者是硕包班的人参与 国际实习比较类似说 你去那个地方工作 比如说机构 在国外的机构 有半年一年和两年的情况 好有去什么地方 纽西兰和澳洲 这些的话我记得我离开之前 大部分都是学长姐她们有去 她们有分享她们在那边教中文啊 的经验 其实还蛮有趣的 如果你没有 没有 没有机会去到当交换学生 你也可以尝试想想看国际志工 或者是国际实习 这两个的时间你都可以在做做斟酌 好关于老师们 其实我们老师全部都是国外回来的 几乎都是国外曾经留学过回来 才可以当我们老师 我们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特点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 到底哪一个老师教的比较好 或者哪个老师教的比较有趣啊 等等之类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们 幽默派的老师 有张渊泉老师啊 王文定老师 还王兆云老师 为什么我说他们幽默派 比如说张老师好了 渊泉老师 渊泉老师他上课的时候 总是有点稀奇古怪的 他会叫你大杯啊 他会买那些巧克力啊 请你吃啊等等的 就为了吸引你注意力 王文定老师呢 文定老师他就 他会把我们当小朋友一样教 然后他 他眯眯眼的一直在那里笑 觉得超可爱的 然后王兆云老师 他就比较轻松吧 他有时候会带酒给大家喝 然后跟大家说 应该怎么拼酒 所以上他课的时候 其实还蛮轻松的 通灵王老师 余小文老师 洪武老师 这两个老师呢 怎么样说呢 他们就是 他们可以一眼看穿你的心 他们也可以猜测你在想什么 所以你在他面前呢 你几乎是个透明的人 然后他们两个姿势超级渊博的 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找他们去谈 然后百科全书老师呢 比如说钟老师和杨武轩老师 他们的生活经验非常的丰富 他们也知道很多东西 只要你问什么 他们都可以答得出来 而且伍玄老师 是日本 关于日本研究的话 如果你喜欢日本的话 他也是我们日文老师 他也曾经是我们系主人 所以可以问他很多相关 日文的东西啊等等东西 他有学韩文 所以日韩文都可以问他 还有问暖牌老师的话 有以轩老师啊 雅辉老师 一路老师 还有小平老师 这四个老师呢 就他们都很像姐姐一样 他们很会关心你 像以轩老师 你感觉不到他就是一个教授 你感觉不到 你就感觉他是你的姐姐 雅辉老师的话 我再来 再去念研究所的时候 他给我非常多建议 他也非常之关心我 一路老师啊 小平老师都一样 他们就很关心我们的学业成就啊 尤其是乔生 他们也非常关注 毕竟他们的大家都曾经出过国流过血 所以他们也能体会那个感觉 授课方式的话 我们班上 你们其实不用担心说要写中文之类 因为大部分的授课方式以报告心得为主 就是上台报告 然后你用电脑打心得 但是一定要写繁体字 而且我们很少考试 因为整个课就是一直在念你口说 念你思考能力 几乎都不会死死板板的去上课 然后我们做的方式 不是像中学的时候就排排座 就大家围着一个圆圈 然后一组一组讨论 然后你可以自由发言 你可以总结你团队里面讨论的经验 告诉老师上台发言 也可以你自由举手 就跟老师说我觉得这个不对 老师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很好之类的 老师都不会生气 老师人都很好 都就是一个很free star American star的感觉 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稀奇苦快的教学用具 尤其是张老师吧 圆圈老师 圆圈老师很喜欢大杯 我之前听过他们就是看那个答案对不对 然后就大杯看看 其实你就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会带这种东西来学校 可是就成功把你注意力吸引着 就很好玩 毕业初入我们有很多人问 这个科系出来一定是要当老师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长节 毕业之后不是当老师 比如说有些人当了翻译员 有些人去了一些文教组织 比如说文化 英国文化协会 当专案的那种助理之类的 比如说做那些management等等的工作 其实我们整个科系 并不是想象中就是只是教教育而已 而且很多你当你知道更多文化的时候 那些那些interview 你的老板都会特别喜欢你 还有我们有些了 一些学长节呢他们就去商场上工作 或者是他们读研究所的时候 选的是管理学院或者是商科的学院 因为在这个这整个科系里面的话 就是裹笔系 我会感觉到好像什么都学 但其实感觉很像都半桶水不太扎实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因为老师给你非常广泛的经验 然后要你自己去找出答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你就继续往下延伸下去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认为裹笔系就是一种思考 训练一种思考能力 或口调能力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老师会常常给很多那种 是是而非的东西 哪社会上的东西跟你说 讨论说你觉得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吗 等等东西让你去想说 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我要怎么逻辑性的 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而且口调能力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台报告 一个人可能 一个学期可能要上台报告 差不多五次到六次左右 或以上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比较容易表达你 想要说的话 这个东西在职场上面是非常缺乏的 如果你以后也出去工作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裹笔系的人特别会说话 然后对我来说 这个系呢 并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 为什么是职业训练所 他不能教会我任何的指定的一个职业 他只会告诉我说 他开发我一些潜能 他开发我一些我人生的想法 我不应该只是关注在说 我未来应该要怎么出路 我应该要 我应该怎么充实我的生活经历 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讲 在这几年的课程当中 不单单只是系上的课程 我还有去修外系的课程 有一些课程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直性研究 我刚才在课程 课程解释的时候有说 大概说一下教育研究法 教育研究法有分两种 一种是直性研究 直性研究是大部分都是写文字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一个又一个的访谈 或者是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就是把 从前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石 这种就是直性研究 然后呢也有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是以数据来说 比如说我们抽烟好了 多少个人抽烟的比例 跟他的肺炎的比例 是很正相关的 正相关就是他们是有关系的 是跑数据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量化的研究 对我而言我最后选择的是直性研究 为什么?我因为我喜欢故事 我很喜欢听故事 我也很喜欢想故事 我很喜欢挖掘故事 我喜欢那种有温度的文字 我可以在文字中找到一种 我可以想象很多东西 然后我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一个人的故事 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然后再想象其实 选的原因最大原因就是 我很讨厌数学 虽然以前我是理科班的 可是我很讨厌数学 我不喜欢学数学 而且我被统计吓了一跳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就选择直性研究 对!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直性研究没有数学 是不是非常好过? 错了 直性研究要打逐字稿 什么叫做逐字稿? 就是你把别人的访谈 一字一句把它记录下来 不能错哦 然后每一个人 你可能访谈五个人 你要把每一个人的访谈 记录下来之后 每一字每一句打下来 两个小时的访谈可能打个两天 然后这些人的访谈里面 你无法掌控他们说的是什么 所以你要在他们 这些访谈里面找出共同点 共同点了之后呢 你才能归纳出或者是差异点 你才能归纳出你论文在讲什么 非常之难 然后对我来讲 他还有难的地方就是 你问这个问题 你无法知道他们 无法知道他们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访谈之前 你没有办法固定说 他只能答那个答案 所以你就要一直问下去 问下去 你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那个问下去 因为你可能永远达不到 最后的那个答案 其实这个收获其实很大 因为我会对一个东西是深度了解 而并不是完全的就是平平啊 就是在surface那里飘过就好 我会了解说 哦他们背后动机是什么 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那时候也满足了我很多的好奇心吧 因为我对很多议题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是那样等等东西 所以我之后读研究所的原因 很大原因 因为我就是上了这堂课 然后收获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收获就是 我对很多事情保持质疑 不轻易下任何评论 比如说可能马来西亚一些新闻 他可能那个标题就是长那样 可是实际上他会真的是那样 那就是真相吗 我会觉得不一定 因为没有evidence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事事都会讲求证据 别人真的是讲过这句话吗 别人真的是这样想吗 所以我没有得到evidence 我是不会去说 还一定是这样 好接下来我要讲一次关于是 战后海峡两岸关心事 这是我在修历史系的课 庞修的 然后其实以前我很讨厌 清末时代的连续剧 什么情深深雨萌萌啊 我觉得捏捏捏捏好恶心哦 然后柔柔麻麻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上这堂课 是一个历史系朋友介绍的 他就介绍了这堂课 跟我说很多故事啊 很多好听的东西啊 老师很厉害啊之类的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么我有时间就去看 然后他其实在讲说 1949年之后 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1949年就是台湾和中国的分界点 就是以前台湾的总统蒋介石呢 是从大陆来的嘛 然后1949年之后 战争之后 他就跑来台湾 然后就开始了台湾和中国之间 有一种对立的情况 其实这个堂课最大收获 其实就是说我更了解台湾 我更了解中国 以前我会不了解说 为什么台湾和中国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仇恨 或者是为什么彼此不喜欢彼此 就因为上了这堂课 我才会知道说 他们四处有阴的感觉 而且我会发现我更了解了台湾 我不是单单只是来台湾读书 我更了解了台湾历史 然后最后得到的东西是说 我不可以人于义云 包括马来西亚一样 因为很多政治人物啊 他为了他达到自己的利益 他会说很多谎言 我要怎么说谎言呢 比如说这个海报好了 这个海报其实是一个大陆那时候 1949年左右吧 放到一个海报 他是说一定要解放台湾 他认为那时候大陆的官方的那个政府 他就告诉大陆子民说 台湾是个非常穷的地方啊 然后他们台湾的居民啊 被国民党执政的很惨啊 所以必须要解放台湾 可是同个时间台湾呢 却放一个那个海报呢 告诉他们的人民呢 就告诉他说中国非常的惨啊 共和党怎么虐待中国人啊 吃不饱 船不暖等等 所以同个时间 我们透过 因为没有网路嘛 只能透过话报 或者是政府给我们讯息 我们才了解到 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 所以很容易人云亦云 所以保持质疑 保持批判的思想 是我在这里学到的 而且在这里面 我看了这个时代悲剧 我从来没有知道这些故事 我知道这些故事之后 我觉得非常可怜 战争其实真的只是牺牲一个 平民百姓的幸福家庭而已 为什么我说 我听过老师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黑猫中队 黑猫中队是呃 台湾当时一个飞机空军 一个空军 这个空军呢 比如说像间谍的感觉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可能早上的时候 他们就飞去中国领土那边探查敌情 可是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的家人真的是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我的老公啊 我的丈夫啊 他已经出去了去工作 就好死不死的有一天 有一个有个张正义吧 他就他有太太 他新婚太太 然后他就早上就跟他说 我出去哦 我出去执行任务 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天刚好好死不死 他就被打下来 他的飞机被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他就掉在那个中国领土 中国领土 他没有办法回来台湾 因为中国 他们不想放他回来 台湾也不敢接受他回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可能觉得他会暴露一些机密啊 等等之类 因为这是个间谍方式的一种工作 所以他的太太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所以就只能迟迟等他 可是过了几年 他就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结婚 30年后 他们重遇了 他们重遇了 然后那个太太的老公呢 也过世了 所以他们就可以再回在一起 其实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你就早上的时候看你老公出去 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在了 非常悲伤 这个我曾经老师有说过 其实那个故事就是我爱你 这部戏 这部SAC的这首歌的MV里面所形容的 他的MV就是改编织那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听听看这堂课 还有爱情婚姻与家庭 这堂课呢是一个 他算是一个全校的通事课吧 是一个社会系的林木比老师开的课 他超可爱的 他上课的方式是非常就是 你就听他讲课 然后抄下笔记 然后就比较轻松 不用什么考试 有啦期末有考试 对我而言 只要你曾经被爱伤害恐惧爱情 正在恋爱 或出生到现在还是一个单身人士的话 你都非常需要上这堂课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这堂课非常重要 因为他在这边的时候 你会了解爱是什么 他会讲述一些爱的三天 他讲理论 比如说亲密激情和承诺 形成一个幸福 我们每次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真的知道我爱你是什么意思吗 不懂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理论和一种很多人的经验 告诉你说爱是什么 爱是要怎么去维持 爱应该要怎么去看出它的破绽 或者是要怎么去破解一些爱的陷阱 然后原生家庭 在里面我听到一个原生家庭 什么叫原生家庭 就是你原本出生的家庭 就是你父母 有时候你会不会有感觉到你的父母对你管制很多 而且你父母可能会讲说我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要这样回报我 你必须要孝顺回我 这个其实在这个理论里面 他说的是一个情感的绑架 情感绑架 我们常常会犯下这个错误 或者是我们也会被人绑架 所以在这个课里面 我会发现到这个事实 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提醒我们以后不要做一个情感绑架的人 然后还会老师会教你什么结婚前的准备啊 等等之类因为结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结婚的话 你可能会造成你孩子的不幸 所以总的来说在这堂课的时候我就学到说 你必须要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 为什么说爱自己 你爱自己的时候不要整天去抱怨 不要整天去让自己很难过 别人才会欣赏你啊对不对 然后我也会知道说爱是什么 爱并不是一种绑架而是一种付出 一种心甘情愿不要去把责任 不要认为你爱别人别人就一定要爱你 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 好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的话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并不是很喜欢参加活动的人 但来台湾之后无缘无故的就参加了一大堆活动 比如说马来西亚同学会吧记大的 我们简称为记嘛 他其实就是一来到了之后你就必须要参加 因为学长姐呢就会自然而然就把你加入在里面 其实也是好事啦 因为同乡聚集在一起嘛 同乡聚集在一起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归属感啊 还有很开心之类的 学长姐真的人超好 怎样超好呢他就会来接你接机 然后他会带你去买东西 然后你任何生活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说 就真的是家人 你不会感到任何相仇 因为大家都会一起煮东西吃 然后煮马来西亚的食物 有时候你会听到对方彼此在谈天的时候 是用马来西亚的口音 你会觉得 这就是马来西亚 你就会很爱 你来了之后你就会知道 然后这种同学会呢 或者是台湾的系学会啊等等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直属制度 直属制度就是说 就像马来西亚的就那种 Direct Senior和Direct Junior的那种感觉 学长姐会负责照顾学弟妹 怎么样照顾呢 他就是会你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 他都可以用他经验分享给你 然后这是我两个我的直属 男生呢是我上面的直属 我们称为我叫好爸爸 然后两位女生呢 是我的下面的直属 我叫他们两个是我女儿 然后直属呢 我们就会有分很多家庭啊 这个刚好说五家 我是第五个家庭 然后直属最好的东西就是有欧帕堂 欧帕堂是什么 欧帕堂就是你当你每个学期 都有考试的时候 你的直属他们为了祝福你 可以通过所有考试 他就会给你糖果 或给你零食吃 一种祝福的意思 但是我刚开始会收到很多 后来直属就放弃我了 但所以有难过 但是你们要记得 以后不能放弃你们的直属 要好好对他 才多少钱呢 巧克力和糖果啊 随便一个卡片 他们都会觉得很幸福 好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当了这个煮饭婆 为什么当煮饭婆 因为以前我根本不碰任何煮饭的东西 我食指不沾娘春水 最后我就变成一个大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因为当时 我的学姐找我 问我说要不要帮忙美食粥 我说好啊 那我就去帮忙 他就说你会不会煮东西 我说我会煮一点 然后就给我煮 久不久之 因为我的性格关系 我就会上网找很多食谱 找很多食谱 我就会试做 试做了之后成功 就给他们吃 他们说啊好好吃 那就叫我去负责 所以我大学四年 至少有三年 每一年有两次的美食展 都是我主要负责的 然后在这个这个期间呢 这个马来西亚同学会呢 后来我就当上了会长 会长也有经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可是经历再多的事情都好 我都有很多的收获 我收获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我得到很多经验 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什么 我找到我男朋友 我找到一个男朋友 因为这是我的学长 然后他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来台湾之前的时候 妈妈就说不能找台湾人 不可以拍拖 不能交往任何人 所以我就讲说那我就找个马来西亚人 后来就在里面找到一个 然后宿舍的生活嘛 室友非常的重要 我的室友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澳门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习惯非常之相同 你要知道好的宿舍生活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好的宿舍生活 你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情况 睡眠情况会影响你的学习成就 因为你睡得够你就会读得多 所以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起玩啊一起疯一起闹的样子 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event 去庆祝圣诞节啊等等 就是很怀念 还有我们还有学弟妹 学弟妹他们就学长姐 学弟妹感情都其实蛮融洽的 然后我们一起办活动 办活动每一天熬夜 可能一个星期就在那里熬夜说要做什么啊等等 可是因为这种革命情感吧 所以导致我们毕业之后 跟他们还是保持良好的关系 因为想到从前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 我们整个记码呢 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说 记码就是你的家 记码就是爱你 我非常认懂这一点 因为我在这边找到一种归属感 我不会不至于说每一天都很想家 偶尔想一想 在这边我有我的家人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 刚一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 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 他是比较一种正式的一个同学会 他是一个全国性 旅台的意思代表是什么 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 叫做旅台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同学会主要东西 我当时是一个副会长的身份 然后他的那个职务呢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官方单位 或者台湾的官方单位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教育部啊 官员啊 或者台湾的一些官员呢 要接洽的时候 就可能我们会帮忙协调 或者他们想要联络这边留学生 或者是这些学校的时候 我们也会帮忙介绍一下 就算是一个桥梁的感觉 然后他是比较政治性的一个同学会 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认识的人 大部分以政治人物啊 会官员为主 所以他并不是单纯的联谊性质 或者是单纯的只是学校 学校才有的一个组织 他是个全国性的组织 所以他虽然人很少 可是他要照顾的人非常之多 为什么我说很多呢? 他就是全台湾马来西亚人呢 发生任何事情呢? 官方单位呢 马来西亚单位呢 或者马来西亚报长会找我们 问我们 诶,那个人是怎么样? 比如说那时候发生巴仙的那个 呃,粉尘爆炸的那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接洽一些呃 官方单位 然后去了解说他们情况 然后可以点语什么协助之类 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办一些 全国性的旅台生的活动 比如说大马运动会啊,艺术街等等 就是为了聚集大家在一起 马来西亚人 我们会给他们相关的关怀 或者是一种协助 当初会选择进去这个马来西亚旅台同学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 在我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进去 因为我以前认为这个东西很遥远 根本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他就跟我说,这个他缺少一个干部 问我要不要去帮帮 我说好啊 那有没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为刚时我还是另外一个同学会的会长 所以我很忙 他就说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就跟我说可以去试试看帮帮忙 我说好啊,那我就去看看 那你知道 总之有数不清的餐具 就是无论是会议也好啊 跟那些大人物的餐具也好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虽然很好吃 但是我最后就胖了5公斤左右 所以现在还在积极减肥着 那我们还有去拜访首相署 我们不是拜访纳吉啦 我们就是拜访首相署一些部长 告诉他们说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活动可能需要他们的协助 或者是说了解他们 给他们知道我们履台生在干嘛 就是促进连移的感觉啦 就是他们有时候很 就是从其他大人口中得知我们 可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们 所以我们就需要拜访这些首相署 然后我们安排街机 安排街机就是台湾一些官方单位 乔委会呢 他会出一些钱给我们去接这些旅台生呢 回到他们自己学校 或者给安排钱 安排那个巴士呢 给你们去到你们阴心的地方 所以安排街机的时候呢 就是有我们去跟乔委会拿钱 然后去安排说什么时段 什么人去街机这样 然后我们有办大马运动会 大马运动会就是每一年大概有 差不多两千到三千人左右参加的一个运动会 每一年的地点都不同 就是很多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多才多艺马来西亚人都在里面 还有艺术节 艺术节是今年2016年应该是第二届了 这个是2015年办第一届 这个是比较创新的一个活动 现在还在摸索当中 就是把马来西亚一些有艺术才华的人呢 聚集在一起 给大家看到他们的成就还有他们的表现 然后国际志工 我在2013年的夏天的时候 有去到印尼 印尼亚加达当国际志工 当时是去带华文营队 华文的camping 然后呢 当时是搭配了台湾学校的学生 什么叫台湾学校 就是有一些台商 台湾商人他们去到印尼工作 然后他们的孩子就在当地上一个台湾学校 就是纯粹用台湾的教材上课的学生 然后他们其实对当地印尼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之了解 而且很可能会有误解 所以我们就搭配他们一起去到印尼中学 教中文 那些中学呢 就是大部分他们没有中文课 可是他们学生很渴望学中文 我们也知道印尼曾经排过华 他们在现在复兴中华中文之路的时候 是非常艰辛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源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考察一下 然后去那边教一下中文 其实当时动机很单纯就是 我会马来文 然后马来文跟印尼文其实很相似 至少有80%是相似的 所以老师问我说要不要去的时候 我就说好啊那我就试试看啊 没关系啊 反正我又不想要去西班牙的话 那我就去去印尼试试看也不错 有收到一些补助 为什么有收到一些补助 就是我们也撑起那什么青年署的一些计划案 然后参加很多那种写那种文案之类的 最后就得到一些补助 至少我的机票费是有受到补助的 然后我们当地吃啊用啊 那里的台商或者是那边校长呢 他们都有帮忙我们给一点 所以其实那时候不用花费什么就可以去当自个 我们筹备构成非常之复杂 因为至少筹备了半年 半年喔 然后这半年呢我们就上课啊 上课然后晚上就要想教案 教案是什么 教案就是说你要把你教学目标 你的EMS 还有你的教学过程 你要怎么教 然后教材啊 还有最后教学成果会是什么 要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教一个书 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写下来 我觉得好复杂 然后也好烦 可是最后做一做我发现到 诶我私讯很像比较清楚 我比较容易找到说 我哪里错了 哪里有盲点 总之这这个过程呢 就是开会开会还是在开会 我们有几次开会到凌晨 然后就摸黑的跑回宿舍睡 我就是虽然很辛苦 可是最后的成果是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至少我在里面学会到是说 要很谨慎的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我们需要rehearse的报告 这是台湾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会在台湾看到很多老师会跟你说 你要先rehe报告 rehe报告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你报告先预行 念一次给学长姐听 或者给你提议听 看有没有错 还是有没有不顺之类的 虽然很麻烦 但是有时候有rehe报告之后 你才知道你缺乏的地方在哪里 才可以表现得更好 这是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 我现在粉红色衣服的 然后这是我们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去了印尼一个火山口 他的海水呢 他的湖水呢是Diffinie Blue 就是Diffinie蓝色的那种 哇超美丽的 可是很臭 因为硫磺的味道 硫磺就想臭鸡蛋的味道 超恶心的 可是还是很漂亮 很值得的一个地方 那真的当时我遇到一个学生 我觉得他很可爱 我就跟他合照了 他不会中文 他只会英文 可是他很想要学中文 然后这是我们上课的一些情况 就大家都是排随地而做 然后大家一组一组 然后做一些简报啊 做一些介绍印尼给我们认识啊 或者做一些手工艺品啊等等 还有游戏啊 我们就那时候想很多活动 跟他们进行 大概两个礼拜吧 其实后来真的有点依依不舍 其实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收获到是什么 做事必须要量力而为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其实我们的团队人很少 所以一个人可能身兼素质 就是一个人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老师有时候问你说 你可以不会做到这件事 我会说可以 可是我答应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我真的是不是可以 或者我还有没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所以导致我的自大导致后来的一些问题 发生很多 比如说东西有延误到啊等等之类 所以老师没有生气没有什么 但是我从中会学习到 东西要量力而为 不会做 做不好 做不完 等等的东西 都必须要说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team work 这个组织 大家必须要透明 大家必须要发言 才可以完成整个团队 然后熟悉地方总会有惊喜 为什么 因为我想像中的印尼 感觉很像跟马来西亚很像 然后可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是台湾人 我身边人没有一个是马来西亚人 我就会觉得 这个地方 因为跟他们在一起 我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他们会告诉我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常常就觉得是马来西亚啊 泰国啊 印尼啊 常常会塞车嘛 然后印尼的塞车 我以为就是说车多 可是并不是 只是因为单纯印尼人不喜欢过青红灯 不喜欢过交通灯 红绿灯 他们就喜欢绕远路 绕远路 绕远路的时候就导致越来越塞车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 他们就喜欢见Row about之类的 这种反而让交通非常阻塞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 好 我现在说一下我关于我的生活经验 其实我的生活经验 我有打过工 我也有出去实习 我没有去实习过 因为我不喜欢实习 所以我打工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那些跨活动的经验 办活动的 比如说我第一个参加的活动 也不是第一个参加的活动 我比较有印象的活动 是第一届马来西亚旅台艺术节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艺术节呢 这是2015年创办的 我们的会长总会长那时候 他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 他那时候跟我说 以前马来西亚同学会呢 就是只是办运动会 那不喜欢运动 比如说像我啦 不喜欢运动 那我们去运动会真的是无用武之地吗 也不知道去来干嘛 所以就不出来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些人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们要把这些不爱运动的旅台生聚集在一起 然后他就想说 他很喜欢艺术类的东西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办一个艺术节 那当时我是个大会主席 因为那时候有几个活动 我刚好是副会长 我就负责这个艺术节的活动 所以我就是大会主席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团队 找了艺术大学的学生 还有一些政大的学生啊等等之类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去帮我一起筹备整个艺术节 其实那时候是第一届 所以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或者是完全有一时候真的是很不完美 我们办了什么东西 我们办了文学讲座 文学讲座 那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我们就想说 马来西亚最有名就是马华文学 但我们殊不知是马华文学而言的话 现在有一点点渐渐凋零的情况 有很多很喜欢文学的人 可是已经没有受到这么大的重视 当时我们办文学讲座的时候 其实有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因为让我们认知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有办音乐会 音乐会的话就 马来西亚很多很厉害音乐的人 我说很厉害音乐不是说唱歌 而是那些会唱笛啊会钢琴啊等等等等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 可是他们真的非常之优秀 因为我办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认识了很多音乐系的同学 然后他们之后可能去美国啊 德国那些地方念书 然后你看他们的表演 你就觉得哇超棒的 虽然那时候我们办音乐会的时候 效果没有非常之理想 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喜欢音乐的人 没有非常之想认真的没有那么多 没有台湾多 但是我们办那个音乐会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台湾人 在外面听到这个音乐会的演奏的时候 就特地跑进来看 那时候我其实很感动 然后我们音乐会结束之后 很多乐手就是很多乐家呢 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的音乐是要越练越好 所以他们要常常上在舞台上面 不然他们不知道他们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音乐 这音乐会让我感觉到一个艺术节的价值 接下来就是关于艺术展览 艺术展览的时候 我们那个展览的主题叫做过境 就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台湾 从台湾过去马来西亚 这是一个过境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时候是交给一群艺术系的 艺术系的 视觉艺术系啊等等啊 那些学生 那些朋友去办这个活动 他们就 办这个展览的时候 大概办一个20天左右 然后就里面以马来西亚的一种题材来做 你可以看到就是Mama Stang Mama Stang就是在台湾看不到的东西 可是你可以在这边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 嗯 好 接下来我有办一个第一阶的大马之音 我们穿他为Sara Malaysia 他就是类似一个歌唱比赛 他就是一个歌唱比赛 其实当时他我们计划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只是艺术节一个底下一个很小很小的活动 我们并明明想要把它搞得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协会 比如说马来西亚文创协会合办了之后呢 我们决定说啊 要让很多人知道 然后不要让他就是存于就是说一个校园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呢当时呢 马来西亚报章和台湾报章都有播报这个大马之音的消息 待会你们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上网看看 2015年是第一阶 2016年是第二阶 然后这是我们当时大马之音的最后的合照 当时我们有请到一些很厉害的评审 比如说定夏文老师 陈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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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那种著名歌曲的作词作词 然后我们的文创协会的理事长 刘康杰理事长呢 他有邀请到他好朋友董哥一起来参与我们活动 但是他们都觉得说马来西亚人都很厉害唱歌 都表现得非常不错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就接下来办了第二阶 然后来年应该也会办第三阶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唱歌 也许你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因为我们不懂要怎么去办 所以而且再加上我们不同地区的人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在中部 然后我的干部很多都在北部 所以我经常要从中部赶到北部开会 中部赶到北部的话 你坐公车大概要三小时半到四小时 所以每个星期都要这样上下上下 其实是非常之累 而且有时候消息流通的不快 所以你开会的时候会很艰难 然后也会产生误解 然后我们大部分朋友都是临时找来的干部 所以那时候问题其实蛮多的 再加上我真的没有任何艺术细胞 就算我会画画也好 可是我没有读过艺术系 我也不懂展览展怎么样 我也不懂艺术节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算我身边的艺术系的朋友跟我说 大概要怎么样做 可是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很多东西来不及策划 或者来不及规划 然后也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规划 所以很多东西到最后就会出现很多漏洞 漏洞的时候就当时就一直弥补 弥补 弥补了之后就会 感觉就是最后就是成果并不是非常之完美 不是我想象中那样 虽然是这样的也好 我认为他对我而言 他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经验 可是就是因为他的不完美造就了我之后 可以想的更多 我会变得更谨慎一点 然后下一届传承下去办第二次的活动的时候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因为这一次的不完美导致他的盲点全部凸显出来 下一届就会知道 他就知道怎么样去避免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做了不好的经验之类的 就是办了活动觉得不太完美的话 你可以想想的这句话 就是不完美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最好的经验 因为人生并不是一路风顺的 好 就像我有去到大 我去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不喜欢做那种很自私的工作 比如说当服务神之类的 所以我就去当了 我就去学了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 为什么去学 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大概暑假的时候想去台北工作 因为我在南投泊里 我就想说去台北会赚比较多的钱 然后我想说可以自己付自己学费 是非常长大了的事情 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去台北工作 当时我也住了房子 我也找了工作 我还没上去之前我就找好工作 联络好也就是 就是interview好了 也得到录取了 可是我上了台北第二天之后 他跟我说我不能去 他已经请了新的一个人 我没有办法 我 我的宿舍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吃 我又不敢跟我爸妈说 我怎么办 我没有工作 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马上再找工作 那很急 超急的 在报纸上看了好多工作 觉得说我必须要找一个 可以快速得到很多钱的工作 所以我就找到了太师按摩 当时那个太师按摩就写说 忘记是写那个薪水是多少 可是我去了之后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 我一定吃得其苦 所以我可以去做 所以那时候一天要做16个小时 16个小时 一天有24个小时 我就做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然后8个小时 我只是用来睡觉 然后这16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要学 要做按摩 一个人你要按他 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薪水是以人头来计算的 一个人大概500到700左右 我那时候是住在公司的宿舍 公司宿舍其实并不是另外一个房子 而是那个店上面有一层 是专门是给大家一起住的 类似大通铺的感觉 就是上下层double tag的感觉 然后就很吵杂 他的环境并不是非常之好 而且我们那边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大陆的姐姐 大陆的姐姐就是你可以说她是大陆的阿姨或者妈妈好了 他们就是嫁来这边 然后他们为了养家活口 所以他们决定来这边赚比较多的钱 我当时来这个地方之前 我对大陆的印象其实不是很好 我对大陆姐姐我就觉得他们都很势利 他们自利 后来之后感觉差很大 其实我不曾用过劳力工作 我那时候跟一个大陆姐姐一起学 她那时候曾经怎么样说呢 因为她曾经她家里耕过田啊 除过地啊 所以她很知道说怎么样处理 可是我以前是老师 我从来没有用过任何很大的力气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学得非常辛苦 我力是很小 小到像蚊子一样 有时候那些我的老师他们都不敢说 你要不要不学了 我手指几乎举不起来 我记得我头一个月的时候 我超可怜的 我那时候我真的好想哭 因为我手整个都在麻痹在发抖 我连穿裤子都不行 我连拉裤子上来的力气都没有 那时候因为我又很害怕跟家人说 因为泰式按摩的名声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怕我家人会担心 因为泰式按摩有点有点龙蛇混杂的感觉 所以我家人如果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骂我 我就又要我又怕我没有钱 负担我的费用等等之类 我又不敢给他知道我的失败 因为我自尊心很强 所以我不敢跟他们说 我就一个人就默默的把人收下来 我每天就是不敢就是 连跟他们skype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我有空 然后我选择我在外面的地方 我就跟他说我在哪里吃饭 我绝对不会在那个按摩院里面 给他知道我在哪里 然后有一天我生日的时候 我接到我个朋友打电话 我个好姐妹从马来西亚打电话过来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捷运站 因为那天刚好生日 因为我不想工作 我想要出去晃一晃 我不想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所以我就去晃一晃 我就接到我朋友打电话来 我就马上哭了 我哭了什么 不单单只是说他给我一个感动的电话 而是我很辛苦 可是不知道就是忽然就哭了 我觉得我何必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 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嗯 其实到最后我在那个地方 后来适应了 然后其实里面人也很友善 所以 我最后就在那边待了两年多 我几乎就是暑假之后 每一个星期都会上去工作一趟 来回 看有没有空就会上去工作一趟 然后刻板印象 其实很多人对泰式按摩有很多刻板印象 或大陆姐姐他们都有很多刻板印象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要相处过后 你要经历过后 你才可以跟他跟别人说 这个到底是好是坏 每一个东西都有他很珍贵的地方 像大陆姐姐他们真的对我很好 因为他们他们像对女儿一样的对我好 会每一次煮饭给我吃啊 会很照顾我带我去玩啊等等之类 他们很疼很疼爱我 如果我不是因为这个经验的话 我可能对他们印象就是说 他们就是假结婚过来 并不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苦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生活的经验呢 你不能单单就是用你先前的想法去想他 每个东西都有他可以珍贵 可以让你留恋的地方 为他人服务 其实到最后我父母就知道 因为我跟他们知道 然后我最后就要帮他们服务了 就是不用帮我家人啊朋友还有男朋友服务 就是每次他们说 我这里痛啊那里痛啊就必须要帮他们服务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个经验 因为如果不是当初我一个冲动 或者是我的脑袋跳得更正吧 我应该不会去花那么多心思去学个技术 总之我认为我以后饿不死吧 因为其实做按摩还蛮好转的 好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脑袋跳针才会做的事情 就是捐暖 因为有一次我先讲一下捐暖是什么 捐暖就是把你的卵子捐给不孕的夫妇 然后呢在台湾的法律你一生只可以捐一次 然后你的卵子呢是怎么样来的 就是你每一个每个月都会把卵子排出来嘛 然后我认为说那卵子都排出来了 那就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捐给别人不就好了吗 然后那个 呃当时我是在刷FB的时候看到一个 advertisement就是一个广告 他那边就写着哦他的营养费超高的耶 真软的 他就吸引了我我就开始找那个资料 找了好多好多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我父母 我可以解决我自己硕士班的生活费 因为我当时之前我父母其实是反对我读硕士班的 他认为为什么还要再继续读呢 为什么不就直接回家就好 然后我就就信誓谈谈跟他说啊 我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 那你就不要插手太多 然后我父母就没有再过问 然后我自尊心又很强 我又放不下我的面子 所以我不敢跟他们去拿任何的钱 所以我就决定说我就去捐软 我去捐软的话 也许我就可以解决我生活费的困境 为什么我会觉得生活费是困境 有人说可能打工也可以啊 可是其实工作跟课业呢 是无法并存的 因为如果我要赚的比较多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 硕士班的课程非常之繁重 因为我的理论 理论知识并不足够 所以我要比别人看更多的书 想更多我才可以把课业所写的比较好 但是只要我工作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放另外一个心在我课业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转变的东西 所以我最后就觉得说啊 既然有方法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么我就去捐软好了 当时包折的心态就是啊 试试看啊试试听的心态 我就去听去那边听那个助理姐姐 去听那个小姐说解释什么叫做坚软 然后他有什么后遗症等等 这是坚软的其中的疗程 他的步骤图 首先我们就是去做那个身体检查嘛 做了身体检查 他会跟你说你的子宫的情况怎样 卵巢有没有很健康 你有没有疾病等等的 ok没有问题了之后 他才会帮你配对 配对了之后呢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疗程 就那个整个treatment 那个treatment大概总共是14天左右 第一天的时候你就会打一个长效的针 那个针可以排卵针 大概是可以耐7天左右吧 7天的话 然后7天之后 你还要陆续打一些针剂 那些针剂可能是有一些是说怕你 那个卵子熟的太快或者熟的太慢 他都要看说要加强还是减缓 然后到第14天早上的时候 他就会医生就会帮你全身麻醉 麻醉了之后呢 就帮你抽出来你的卵子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卵子嘛 他其实为什么要打排卵针剂 排卵针剂是把你本来 卵子最小的分子是卵泡 卵泡把它成熟了才会变卵子 然后每一个月呢就会把卵子排出来 然后卵泡呢本来就已经会死掉了 他只是把你的催熟然后把它抽出来 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我其实很害怕 因为当时后面第一支针了之后 那7天的针之后 其他针都是要自己去打的 自己打到自己肚皮啊 自己打到自己手臂啊 等等的之类 其实很恐怖 因为我很怕痛 很怕痛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好 可是我男朋友也是说 为什么你要虐待自己啊 我想说其实也不算虐待自己 总之那时候钱对我来讲 会不会是唯一的目的呢 我觉得不一定 我最好还是硬着头皮撑下去 为什么我会硬着头皮撑下去 就是因为 那个 护士小姐跟我说 我的受证妈妈她是一个外国人 她外国人她就 特地回来台湾就拿我的卵子 因为她不孕嘛 然后再加上 如果我 我突然说我不要做了 没有 是没有问题 但是 这些妈妈呢 她可能要再排队多一次 因为捐卵人很少 所以她们要排队多一次 她们才可以拿到卵子 才可以怀孕 可能要排个一年或两年 所以我觉得 这是别人的希望 我不可以去打破人家的希望 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行为 再加上我那时候也看了很多 博韵夫妇的一些文章 所以我觉得 是个非常神圣的事情 所以 我必须要帮助下去 其实捐卵人那时候 有个人我很恐惧 就是说他会有后遗症 叫卵巢过急症 卵巢过急症 其实就是说 你的卵巢呢 本来只可以排出一个卵子 可是你因为打了排卵针剂 你可能排卵了 排了可能一边大概有10克左右 或者15克左右 这样子你的卵巢 是不是变膨胀很大 然后很容易产生一些过敏 或者一个情况 比如最严重就可能出血 等等的之类 这样子的话 卵巢过急症的话 会造成一个女生会受伤 我当时很会怕这个事情 但是我经过我的经验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你只要遵守医生所说的东西 每一天喝2000cc 要2500cc的水 然后好好照顾你卵巢 其实这个事情是会被减换 或者是不会发生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会感觉到 以前我这个人是三分钟热度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答应你了 我不代表我一定会做得到 可是在这个事情我学到的是说 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得到 因为这是别人的希望 你打破人家希望的时候 你是多么残忍的一个人 因为我不懂 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个决定 然后我可以最后真的是承诺 我最后撑到最后 因为中间真的有太多 太多我害怕的事情 然后恐惧真的只是因为未知 就像我们恐惧打针都好 他真的很痛吗 其实没有 他就是被蚂蚁咬的感觉 真的就是没什么 not a big deal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你去尝试过了之后 你就不会再害怕他了 到最后我刚开始打定一针 自己用 抽了那个 就打那个针剂的时候 自己安装好 然后打到我的手臂的时候 我记得我大概准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呼吸又呼吸又呼吸 然后这样呼吸 然后我才打下去 可是后来的时候我就随便 一边看戏一边打 已经没有感觉了 其实是一个 就因为恐惧吧 一种未知的东西 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然后我有一个心态转变 就是当初我真的有为了钱 到后面真的是为了钱吗 我觉得并不然 因为我其实随时随地就可以逃掉了 我没有问题啊 但是 而且我又遇到我害怕事情 我其实我就可以逃掉了 为什么要我继续下去 但是我就想着 那是别人的希望就不会打破 然后想说 真的可以帮助别人更快乐 因为我在这过程当中 我找了很多文献 很多资料 看到很多妈妈他们的渴望 所以我就被打动了 然后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要去做这个 做这个捐软的 捐软的这个举动的话 你必须要谨慎选你的诊所 当时我选的是一个叉叉鸟的诊所 不知道可以不会说出来 然后这个诊所是比较有名 然后营养费表 营养费已经是算是他定在顶线的 一个诊所 因为其他诊所他可能是说 根据你抽出来的卵子的科数来算 这个是放在最顶线 然后他对你的照顾非常之好 就每一次就是他会打电话问你说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 就要手出之后他还会继续询问你 就是很关心你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非常对我来说 好差我选了这个地方 我这次分享这个捐软经历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说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私密 不应该要说出来的东西 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害怕我父母有一天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会不会不谅解我 还是等等之类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分享出来 因为真的如果有一天你看我这影片 你做了这个决定 或者是你看我影片 你以后无意间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回想起来 我做了什么东西 你可以有一个亲身体验 你可以来找我去谈这件事情 而我认为说人生真的到处都是困境 很多很多突发的状况 我们他们要去解决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些方式 我们不能用一种有色眼光去看待这些人 比如说我留学过程的时候 我曾经有听过有些人去卖雪 在美国卖雪 在哪里哪里 他们可能伤害了自己身体 为了得到一笔钱 或者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放弃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决定 你们不能就是说 他们就是一个坏人 他们就是不正常的 他们就是属于那样的人 我们不能用这种有色眼光去看待 因为我们有可能 我们自己也会是哪个人 我分享其实并不是鼓励说 你们一定要去这样子做 或者是我鼓励说 决染是个非常好的行为 决染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在 所以你必须要去找清楚 那风险是什么 而你自己有能力去承受这些 因为身体真的只是你自己的 你做任何决定 你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不能说因为我 因为许逊仪说了这些话 你就决定做这个事情 不可以 你必须要去找清楚 你可以不可以有能力 承担这个问题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卵巢过急症的话 你可以不可以承担说 你身体变得那样呢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认识去思考 你每一个行为 除了这个决染之外 我也希望你们在工作方面 等等之类的话 做任何决定 也要去想清楚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承担自己的责任 不去怨对 不去怪别人 好 大家有想过 我们工作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而且不好的事情 往往很多都跟工作契约很有关系 因为台湾很多 包括马来西亚啦 新加坡 很多老板都很喜欢签那种contract 工作契约 这个工作契约呢 因为很多字我们都很懒惰看对吧 可是这些很多字呢都会是个陷阱 你都要去看清楚 这些工作契约 不然就等一个卖生器 你就以后都回不了头 它会有很多无理条件 比如说我们工作时数 假期扣薪制度 比如工作时数 比如说你一天本来只做八小时 可能老板叫你提早一小时过来 可是那个不算时数 他说那个你只是为公司做准备 所以他不算 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是要去看的 或者是老板会叫你加班 可是他会跟你说这是责任制 你必须要加班 但是我不算你的时数 这个东西就是在工作契约的时候 他们会写的 所以你要去注意 假期啊扣薪制度啊 有些假期 比如说这是国定假日 本来应该会有两天的薪 double up的薪水 可是他跟你说 没有啊 这本来就是你工作啊 所以你就必须要来 所以这个假期的东西你要去想清楚 还有请假制度啊 辞职钱的通知器 这两个东西让我比较有吃亏的经验 我做过很多工作 所以我有签过一些工作契约 然后一些请假制度 他们就会跟你说 他可能事先跟你说 你一个星期可能只要做三天就好 或者一个星期有三天的假期 或两天假期 后来他可能只给你一天的假期 还是什么之类 然后呢辞职签的通知期呢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因为你签了契约 他就说绑你说 一定要做一年 或者做半年 或至少做三个月 可是要多久以前说通 要通知他你想要辞职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突发状况 有时候老板就会用工序 绑着你说 你不可以哦 你就是毁约 你要赔毁约金 但是这个毁约金要怎么计算呢 其实一切呢 都是要以劳基法为准 好 这是劳基法 就是劳工基本法律 劳工基本法律 你们必须要去熟悉这个东西 你们才去做工 会比较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呢 在台湾呢 所有的契约呢 必须以劳基法为基准 就是说如果那个契约里面的条例呢 跟劳基法有冲突的话呢 那个契约就是无效 就是不能用的 所以就算签了都好 都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你劳基法的法律 不然的话以后你很容易吃亏 比如说 现在台湾的实刑是120 老板只给你100元 还要你签契约的话 那么就他就犯了劳基法 或者是说每个员工必须要加劳健保 就是这样EPS收拾的东西 如果那个老板没有帮你的话 那么他就要赔钱 他因为他就已经犯了法律 所以他就要赔大概3万到10万都可能 好 然后工作现金 其实工作有很多现金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面试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很深的经验就是 有个老板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去面试的时候 因为是马来西亚人 他很希望就过年的时候 农历新年的时候可以回家 所以老板的时候就跟他讲 好啊好啊你是外国人 我就让你回家一个月 只是面试的时候 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 所以相信啊 到后来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回去 所以我朋友很生气 就决定说不要在这边工作 可是他又担心毁约金等等之类 所以就被迫一定要留下来工作一年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老板很多的狗头答应 或者是说工作期间的时候 老板会有狗头答应等等之类 都很可能之后就反口说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你拿证据给我看 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你们可以稍微录音一下 还是怎么之类的 至少当个证据会比较好 或者要求老板把一纸黑字写下来 在这么多里面 有时候你们会出来说 我就是工人 我就是要挨人家一截 其实不是 你们不应该要害怕 因为你害怕任何东西 就一定会吃亏 比如说你害怕去投诉 害怕去跟老板要求任何东西 那你最后就是一定会被吃的死死的 然后台湾劳工署 其实很清洁 里面的人 他们都是帮劳工出身的人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去咨询什么 他一定会告诉你很多 你应该要怎么去做 如何去摆脱你的雇主等等的事项 然后接下来我讲一下 关于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差异 台湾马来西亚其实有差很大 生活习惯文化等等之类 其实太多了 所以你们有时候你可以参考一下 其他乔生来台湾台马差异的影片 我大概说一下 我在这边遇到一些情况 最主要就是说话方式 台湾人说话非常的委婉 就是像日本人一样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第一天到班上的时候 我的学姐在台上说话 她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我都懂它是什么意思 可是合在一起 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在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 我中文有这么烂吗 然后我回到房间那时候 我的室友是一个澳门人 她也跟我说她也听不懂 我说是我们两个理解问题吗 后来我们发现到久而久之 刚开始第一个月上课的时候 我发现到台湾人说话方式 跟马来西亚有差别 马来西亚比较stread forward 就是比较main point 就是跟你直接讲 可是台湾会为了避免你的伤心 还什么之类的 他就会转一个圈 告诉你一件事情 所以台湾人也很喜欢 就是先称赞你再说一个重点 他称赞你就是说可能 他怕伤到你的心 所以他就先告诉你很棒啊 所以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改 会比较好 其实这个马来西亚人 其实应该要学一下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直接就说 就把别人当成朋友来看 然后就直接说 你真的不应该是这样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不好 因为你一说不的时候 别人就不会想听 然后台湾人说到你好棒 其实不等于好棒棒的意思 你要非常记得 你好棒就真的说 你真的很厉害 可是好棒棒 其实是个防疯的意思 就是你好厉害的感觉 所以你要去清楚人家在讲什么 不要误会人家意思喔 然后神换用神 真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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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 台湾的饮料 他们会分为果子啊 咖啡啊 牛奶啊等等等等 然后马来西亚最简单 就一个水 然后台湾用吸管 马来西亚用水槽 然后第三个走先和先走 这两个的话 是我比较常遇到的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会用英文的方式 就是walk first OK 所以我们都会把first或先这个字放到后面 可是台湾人是会把先放到前面 太阳很热 太阳很晒 公车客运巴士的长头巴士 然后接下来马来西亚人很喜欢讲 oh pen drive 可是台湾都是讲USB或水声碟 最后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人 最容易区分马来西亚人跟台湾人 就是在于这个字 马来西亚人一定会说垃圾 然后台湾人一定会说垃圾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发音就是这样 可是在汉语评语里面真的只可以找到垃圾吧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用词的不同 你们要知道更多可以上网找更多 好有关于卫生 其实台湾厕所没有水败 就是我没有我们可以那种洗屁股的那种感觉 就有些人说 这样子就有点不卫生 可是他们后来有一些 有一些饭店或者有一些百货公司 就会有这种免洗马桶 他们也叫电脑马桶 他出来的水是温水 有冷水有热水有温水 然后那个座位是有点温温的 冬天的时候坐下去超舒服的 他就稍微洗一下屁股 然后他们台湾人大部分都是用卫生纸 他们卫生纸不能丢在马桶里面 必须要丢到外面那个 那个垃圾桶 就是马桶旁边的一个垃圾桶 你不要乱丢 丢去马桶里面 会被人骂 因为会造成阻塞 然后卫生方面的话 台湾跟马来西亚最大差别就是 我们会常常说我们冲凉 我要去冲凉 什么之类 那台湾通常都用洗澡这个字 他们认为冲凉就是用冷水去过一过就好了 然后马来西亚跟台湾人呢 就次数有分别 就马来西亚人就可能一天可能两次 那台湾人可能一天才一次 可能冬天可能没有 这个是我的感觉 可是不一定是真的 然后台湾真的很难找到厕所 你走到路上的时候 你要找厕所非常之难 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共厕所这个概念 然后呢 在客运上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有厕所 就长度巴士 比较远的距离 然后我们有时候 我们去那个休息站 你记得吗 就有时候去高速公路会有休息站 休息站就有厕所 可是台湾的休息站非常之少 然后你要就在那个巴士上上厕所 不然就要等很久才能上厕所 然后在路上后 你可能去 去哪里呢 Seven有时候会有 就便利商店 或者是那些麦当劳 才会有那些厕所 台湾椅食材 这是我感觉比较深刻的东西 ok辣椒好了 马来西亚人都很喜欢吃辣 马来西亚的辣椒酱呢 就像那些人马的辣椒酱呢 还有鸡饭的辣椒酱呢 都是纯粹的辣 可台湾的辣椒呢 其实有差别 他不太像是辣椒酱 他有点咸咸的 然后又不完全是辣 然后 总之他的感觉非常之复杂 你们来试试看就好了 然后我做这个东西 比较是要让你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有差别 你要吃之前 你在吃台湾辣椒之前 你必须咬一小汤匙 先试试看 再把它放去碗里面 不然你会后悔的 好鸡丝面 这是我一个悲惨的一个故事 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去 去三下买饭 买跟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叫了一碗鸡丝面 我就很开心啊 鸡丝面呢 有鸡丝好吃 可是台湾鸡丝面 就像刚刚的 你看一下最 所以左边那个 那个有臭豆腐那一张照片 它呢 鸡丝面代表的是说 那个面像鸡丝一样 可不是代表说它有鸡丝 而马来西亚的鸡丝面 是有鸡丝的鸡丝面 所以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们在叫台湾任何小吃之前 你们要想清楚 要问清楚 还有卤味 台湾的卤味和马来西亚卤味有差 台湾卤味是比较像福建的卤味 马来西亚卤味是潮州的吧 所以台湾卤味它是 你吃不到药材的味道 你会感觉都是酱油 而且他们卤味就是 把所有东西卤了之后 放在那个摊子上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 他再帮你用那个热水热一下 就热汤热一下 然后你就给你吃 然后放一些酱料 可马来西亚卤味就是 有中药味道 而且别偏甜 没有这么咸 所以这两者有差别 那你们在试之前 你们可以买一小份来试试看 不然我怕你们会后悔 可以试试看 总之就试试看就好 不要买太大份 然后饮食的习惯的话 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晚上有妈妈当 也有麦当拉等等之类 台湾的餐厅其实很早关门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埔里的话 大概晚上八点之后 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东西了 可是在台北的话大概九点左右 还是有 只是很少 所以不像马来西亚可能你到十一十二点 还有地方可以吃正餐 几乎是没有 台湾如果你要吃正餐到十一十二点的时候 你只能吃便利商店 然后台湾的餐厅呢 他们有分时段分得很清楚 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可能一点到三点之间 可能没有午餐店哦 你没有餐厅可以吃饭 比如说埔里嘛 埔里我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时间起床的话 我根本没有东西吃 我只可以去Seven或者那里买东西吃 大概餐厅大概四点还是五点才开始营业 好这个是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有分Seven啊 拉尔夫全家就是Family嘛 这三家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比较常有人去的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几点啊 里面有很多熟食啊 你还有水果啊 饮料啊多的 吓死人的多 然后你就总之可以在里面买到很多东西吃的对了 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最深刻的就是 呃台湾水果真的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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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强调很多次 真的我心都会在低血 因为他多贵呢 你看哦这水果是不是好漂亮 台湾水果真的很好吃 它很甜 就比如说小番茄好了 番茄本来是酸的嘛 它竟然是甜的 然后它的草莓一点都不酸都是甜的 然后它的芒果呢 艾文芒果超甜的 总之就是甜甜甜甜甜甜 很好吃 但是比如说香蕉好了 一根大概台币20块 马币大概3块多吧 然后马来西亚哪有这么贵 你想想想哪可能 对不对 所以台湾水果真的很贵 可是很好吃 所以买之前你要想好哦 然后饮食习惯还包括 台湾的泡面呢 真的没有那么Q弹 而且有点油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台湾 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的室友就拿了一包 微粒杂酱面给我吃 他跟我说你要不要吃吃看 你会不会饿 我说好啊 那我就泡来吃 吃了两口之后 我就再也不吃了 我再也不碰台湾泡面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 是因为我问起来是什么样 那个面就是不Q 然后有点绵绵烂烂的 然后就摇起来 没有嚼劲的感觉 不像韩国泡面或马来西亚泡面 所以我会觉得很没有口感 然后那个味道 那个杂酱的味道不是我的爱 所以我就再也不吃台湾的泡面 但你们可以试试看嘛 你们试试看了之后 他可以告诉我说到底 你觉得哪一家比较好吃 然后接下来就是笋干 笋干这个东西呢 10个马来西亚人里面 我计算至少8个人不喜欢 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它 除了嚼白瞬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吃了笋干之后呢 我开启了一个月的又吐又藕 水土不服的情况 这就是笋干的样子 笋干呢 它的味道有点像 脏脑娃吗 就是那种臭臭的味道 臭臭臭酸的味道 然后又酸酸的 然后它吃起来味道是蛮好吃的 可是就是那个味道真的很恶心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的味道 可是总之我给你看它的样子 你看它样子之后 如果你在便当里面看到它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碰它 不然的话 你可能从此以后就水土不服 好了 我大概介绍这些食物 你们大概知道了吧 好 最后我就说一下我的心得和收获 在这五年内 这五年内呢 对我来讲呢 冲动是我的性格 我认为冲动是一个魔鬼 我也是个天使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因为我是冲动 我才来到台湾 因为我的冲动 我去学泰式按摩 因为我的冲动 我去捐软 每一个经验呢 让我来说呢 它是 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但是冲动的当下同时呢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说 你这个冲动是你自己找来的 你不可以去跟别人说 这是别人害你冲动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负责任 对你的所有行为负责任 然后我也认为说 人生总是要有一点不理智 不然的话太过理智的话 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就像一些朋友 他每次都会犹豫不决 会有选择困难症等等之类 但是我可以马上就做好决定说 我就要这样 然后任何的 任何的后果我一力承担 然后我认为宁愿做错也不愿意错过 这是我来之前一个前辈告诉我的一句话 他说 Doing wrong is not nothing At least you do something new 就是你做错了 没关系 你至少做一个新的尝试 新的尝试其实真的很难 因为你要踏破一个舒适圈去做一个选择 并不是每个人愿意去做这个东西的 所以做错或错过 你要选择哪一样呢 你自己想一想 家永远是最美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 这是我毕业前的时候 我父母我的家人写给我的一些话 我的学弟妹他们帮我拍下来的一个影片 然后我妈还是叫我混蛋女儿 我还是混蛋啦 我依然还是她心目中最混蛋的女儿 在来台湾的时候 我最舍不得就是我的家人 可是来了台湾之后 我曾经有对他们很多误解 我对他们有很多不懂要怎么 有时候我会想说我不回去了 可是我发现了真的是 家就是永远是最美的 然后我在台湾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 比如说跟人际上的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我爸妈打来一通电话 或者是我的姐姐他们打来一通电话 给我感觉是满满的power 我有前进的前进的那个想法可以下去 所以无论你飞得多远 你都要跟你家人报平安 你都要跟家人说我爱你 你都要好好的真的有机会就要藏回家 不然的话可能你在这一刻看到他们 下课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们 所以留学其实并不是为了出走 而是为了回去 这是我在这四年内最深的体悟 好了就这样 谢谢大家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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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